其實這個影像處理你說會很困難 其實我覺得如果跟像以Sale裡面的程式比起來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困難吧 因為程式寫不出來或寫錯一個字都不行 那這個地方做錯也沒關係 你要記得Ctrl-Z 或者記得Ctrl-LT加Z 一樣可以把它復原 至於說他要的問題裡面其實都有答案 所以你們可能要慢慢習慣 到底這裡面有哪些功能 可能就把這些功能熟悉一下就好了 另外的話因為Photoshop實際上 就是一家Adobe的公司所做的 所以其實他相關的軟體 以後長的樣子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習慣Adobe的一個 它的一個使用環境的話 那也許你換到另外一套 它比如說像Photoshop之外 還有一個Illustrator 其實用起來很多地方也是雷同 只是說用的這個需求不太一樣 OK 接下來我們就根據我們題目要的 我們逐一來看好了 所以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題目檔 第一個的話就是 先把這個題目先載進來 調整它的大小 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個檔案下載了 這A104嘛 裡面有這個PSD01.PSD 然後並且用開啟就檔把它打開 OK 打開了 打開之後的話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個箭頭這邊 把它改成尺寸 那尺寸的話呢 建議就是編輯裡面 可以把偏號設定裡面的一般 或者直接你點這邊也可以啦 單位和尺標有沒有 改成像素 OK 那當然你說不改也沒關係 其實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看公分怪怪的 因為你看公分說真的 我怎麼知道我列印出來 我主要是在畫面上看到的尺寸為主 所以一般在討論那個圖檔大小 通常你不會聽到說人家說 你這張圖要多大 我要幾公分乘幾公分 很少應該都是幾個像素乘幾個像素 的機會會比較多啦 OK 那這個像素多少 其實主要是跟你要放在什麼 什麼裝置上面有關係 比如說你如果放在手機上面 解析度不用太大 因為你手機能多大對不對 你放太大反而佔空間 檔案很 那這個是相對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你今天是放在那個什麼 這個螢幕上面那可能要大一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列印出來的話 那就是不一樣 列印的話 那我前面講過 你那個像素就要很大了 而且可能還要考慮到什麼 列印的解析度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列印的解析度 它最少它300 不過我覺得300列印出來 其實就非常非常漂亮了 當然還有600的 可是600可能要求就太高了 一般如果用150列印出來 其實已經算可以接受了 但是就是可接受 那跟印表機也有點關係 印表機本身印出來的感覺 如果你解析度給它越高 印出來真的相當漂亮 所以像現在印表機 如果你今天用那個相片紙去印相片 印出來其實是跟那個沖洗出來的感覺 應該差不了多少 只是說耗材很貴 我發現現在印表機最貴的就是墨水 而且現在的印表機其實蠻賊的 它印表機很便宜 但是墨水其實還蠻貴的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問題 我也是常遇到 因為我很少印 沒多久結果它就給你賭住了 然後你要清潔 結果清潔的話等於是清你的錢 清潔完之後又賭住了 又清潔 然後我發現我永無止盡的在清潔 所以很浪費錢 你看那個墨水匣還蠻貴的 所以我覺得倒不如 真的像那個全家 或者是說Seven有那種 列印功能的話 其實倒不然就乾脆給它們印就好了 你也不用在家裡買個印表機 不然常常就印表機變耗材 因為我家裡已經好幾台印表機了 然後之前都是放到壞掉 我發現真的蠻浪費 而且之前我還有用過 想說能夠省一點墨水 所以是買那種什麼 不是碳粉 買那個叫什麼 連續公墨 那個連續公墨就是說 它幫你改裝 然後改裝成什麼 你將來就加墨水就好了 可是那個還是有個缺點 如果你沒有經常印 還是一樣會賭住 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當然你是開公司 你每天印一大堆 當然沒問題 可是你不常印 我覺得倒算了 你乾脆去便利商店印一印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 相對的尺寸 稍微注意一下 那一般的話 如果在溝通的話 一般還是用像素會為居多 然後可能其次的話就英寸 一般的話就是幾英寸 因為通常DPI 這個所謂的DPI 解析度的話 它是以一個像素 一個英寸裡面多少像素為單位 所以通常還是用英寸為單位比較多 所以我們把它改一下 改成像素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給我們預設的這張圖 就50x50 可是第一個問題 它就是要考你 會不會把50x50變成800x800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改成800x800的話 我剛有講過啦 其實這裡面就已經有功能了 你大概稍微點一下 你大概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到底哪一個功能 可以做到你要的效果 其實在影像裡面有沒有看到 就有一個叫什麼 影像尺寸嘛 那你把它點選之後的話 它預設的話是50x50 那很簡單嘛 你就改成800x800 然後底下的話 它有一些 看要不要 預設是 它會自動幫你 幫你把它做平滑 底下有個選項 底下有個選項 所謂的那個 這個什麼 什麼 還回增值法 那這個主要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這張圖 假如它的解析度不夠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幫你補點 OK 不過因為我們這張圖 本來就是空白的 所以其實也沒差啦 我按確定就好了 OK 所以我直接 這個有沒有加 沒什麼差別 那把它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800x800了 那你可以看下方 就是800x800像素 OK 那你想說哪一個地方會有差別 其實會有差別應該 你們可以切到這個 這個 PSD01-2這個 壓著這一張 它的解析度也是50x50 我把它Ctrl-減好了 說回原來的大小 就這麼 原來大概這麼小一個 那一樣 你如果試試看 如果影像裡面 有個叫影像尺寸 那如果呢 你們把它改成 一樣800x800 用500好了 因為這個題目好像 等一下要把它改成10倍 就是變500x500 那底下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假如 預設是什麼呢 會自動幫你把它補點 叫做什麼 叫黃回增值法 按確定 你看看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其實呢 這個壓子 本來應該變成鋸齒狀的 但是奇怪 為什麼它沒有鋸齒狀呢 它主要是說 你的這個解析度 就是你的那個 本來50x50 變成500x500 那理論上放大呢 應該是會一點一點的 可是經過剛剛有一個 叫什麼 黃回增值法 它會自動幫你補點 補點之後的話 讓你看起來 比較不會有那種鋸齒狀 OK 那有什麼 按Ctrl-Z好了 把它復原 所以如果你要 不讓它補點的話 影像裡面的 影像尺寸 那一樣 改成500x500 那如果底下這個地方 我把它改成 最接近像素 保留硬邊的話 也就是說 如果不讓它補點的話 看結果會怎麼樣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這個感覺應該 跟剛剛又不一樣 這個就是不讓它補點 不讓它補點 就像這樣子 所以 預設的話 其實Photoshop 會幫你補點 所以將來 有些東西 有些照片 解析度不夠 它會幫你補 但是你說補了之後的 效果好不好 當然又另當別論 不過至少它會幫你補這個 這個效果 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等一下 我們會把這張圖放過去 所以把它Ctrl-Z好了 把它復原一下 讓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一 先利用影像的尺寸 把它改成800x800 第一個OK 第二個的話 第二題 開啟圖片檔 就是那個壓值 然後把它填入到 剛剛這個800x800裡面 所以壓值要怎麼填過來呢 首先的話 這個壓值 其實我還蠻喜歡 用它來當練習 比如說像 假設你們將來 希望 其實還蠻可愛的 有沒有 其實比如說 假設你們的照片 好了 比如說像大家手機 現在都有那個功能 就是你眼睛要放大 你眼睛要縮 眼睛要放大 那嘴巴要縮小的話 那如果在Photoshop 該怎麼做 其實如果以這個 順便講一下 這個不是考試題 你可以找到 濾氣裡面有一個 叫什麼 液化功能 對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 還蠻簡單的 也就是說 以後你的照片 也可以拿來這樣 比如說你希望 眼睛大 嘴巴小 那如果 假如說 在Photoshop 你要做 這個功能設定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異化的話 其實這邊有一個叫做 叫做什麼 縮攏工具 還有叫什麼 膨脹工具 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你要眼睛 讓它放大的話 那很簡單 你可以什麼 找到一個叫膨脹工具 你可以把眼睛這個地方 當你這個有個 這個筆刷大小 它這個100 如果太大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改50就好了 那刷子就變小了 OK 大概80好了 好 那把這個地方 游標放在眼睛的中間 你只要點一下眼睛 就放大一點 有沒有 一點不夠 2點 3 4 5 6 7 8 好 這個也是這樣 1 2 3 4 5 6 7 8 有沒有 看起來就更猛了 OK 然後還有其他 這個我想你壓力 密度 頻率 這個其實還可以再修改 至於修改的效果 我想自己就再去玩玩看 另外就是說 你希望嘴巴太大了 我希望我嘴巴太大了 看起來不好看 我希望把嘴巴縮小 那嘴巴怎麼縮小 OK 這個很簡單 有個膨脹就有個縮容 有沒有 那說怎麼縮一樣 你就看一下這個 這個好像不夠大對不對 那怎麼辦 把它再放大 放大120好了 好 那游標再放到這邊看看 有沒有 好 OK 如果不夠150好了 反正就是只要 比這個嘴巴更大 那接下來縮容 你要看哪一點當中心點 你就點一下 它就嘴巴變小了 OK 那這個地方好了 這個地方縮小 4 5 再上來這邊也是 1 2 3 1 好 這樣 OK 有沒有 又另外一隻鴨子 最後你按確定 這隻有點怪怪的 它好像又不像鴨子 OK 好了 反正呢 甚至你也可以拿一個照片 就是修一下 不要修過頭就好了 不然有時候你看到那個 你這網紅的照片 看起來就真的不太像正常人 OK 因為它的 有些比例就怪怪的 OK 所以簡單 其他當然還有什麼呢 左推 還有 鏡像 等等的相關功能 我想你們自己再 我剛剛主要是利用 這個膨脹呢 跟這個縮容 然後配合 筆刷大小其實就很夠用了 OK 但是 這個地方 其實考試好像沒考 考試有 後面有一個 會考你異化功能 但是這好像是202題吧 這個後面再來看 那我們回到這一題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一張圖 放到剛剛這個800x800這裡 那你會看到這一張圖 它的解析度是多大 其實你看下方 這邊有200x200 所以你把它放過去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Ctrl-A C 有沒有 Ctrl-A就是全選 Ctrl-C就複製 如果你把它Ctrl-V貼過來的話 有沒有 那你在用移動工具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填滿 變成說你可能要什麼 複製一張 然後再什麼 Ctrl-C 再Ctrl-V 然後再第二張 然後再Ctrl-V 第三張 你想不對啊 老師這樣挖貼16次耶 因為有16個 那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一次就完成的話 其實也不用這麼累 如果你今天 希望能夠快速的 把這鴨子全部 一次性的把它填到這個裡面的話 接下來你只要會用一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編輯裡面有個填滿 填滿裡面 除了可以填顏色之外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叫填滿圖樣 圖樣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鴨子 變成一個類似像一個圖樣 有點像蓋章一樣 蓋蓋蓋蓋蓋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全部鋪滿 到這個底下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個功能之前 你要先懂得如何建立一個圖樣 那建立圖樣看一下 有沒有建立圖樣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先把它取消一下 取消選取 選取裡面把它 把它取消一下 那我們如果說 要把它變成一個圖樣的話 那要怎麼樣把它建立圖樣 再放過去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大概講了幾個 第一個 把它的尺寸變更一下 OK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開啟這個 如果你想要練習 我剛剛主要是利用這個 在濾鏡裡面的液化功能 第三個要怎麼樣可以快速 如果不用Ctrl-A,C,C,V 貼16次 那我如何利用把它變成一個圖樣 然後再利用什麼 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那個 填滿 把它加過來就OK了 那其實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圖樣 你可以找功能 其實應該滿好找的 在那個功能區裡面就有了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什麼 定義圖樣有沒有 也就是你可以先把這個變成一個圖樣 然後再把它填過去 這樣就OK了 我做一次好了 所以其實很簡單 編輯裡面的定義圖樣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是不是要變成圖樣 是沒錯 確定好 有一個圖樣了 切到這邊之後的話 你可以編輯怎麼樣 再填滿 然後把填滿的這個內容 改成圖樣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定義的圖樣 所以底下有制定圖樣的地方 點一下有沒有鴨子 有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你如果假設你希望 可以把一張圖分別鋪在那上面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用什麼 定義圖樣的方式 很快可以把這個全部放 但是可能還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這個解析度 你一定要完全是 怎麼講 能夠整除的 如果不能整除的話 那可能會切邊 因為剛好這個每一張 這個鴨子的圖 就是200 有沒有 乘200 然後乘以4的話 剛好就800 整除 那這邊也是一樣800 所以也是整除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也就是說 剛剛我們完成的 104的第一題跟第二題 試試看 然後盡量去嘗試 Foloshop裡面的功能 有些如果沒講到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盡量去找 其實有些功能我本來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去找 你知道 常常用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可以拿這個功能做這些事情 另外的話 有些功能 有些觀念是相通的 所以即便你從來沒用過這個軟體 或者將來 可能你們公司沒有Foloshop 但是有別家公司 類似影像處理的軟體 其實它的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馬上你也可以稍微踹一下 你也可以馬上上手 不見得說一定是Foloshop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再試試看 有些觀念其實是相通的 所以有些軟體 盡量不要去死背它的功能 反正就是理解 然後用活的方式 去把它要的效果給做出來 試試看